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记火中取栗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盛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今天是1月19日星期二 现在恒生指数是去到29,800点 升了900点 很夸张 今天成交1,500亿 北水也是流入了很多 直到现在来止 差不多流入了187亿 从走势来说 下个位应该是2019年4月的位置 即是前年的位置 高位就是在30,200点的水平 30,200点和现在 其实说真的就差几百点 其实今天很明显升什么多呢 主要都是华润置地升了11% 另外信与光河升了8% 碧桂圆内房股就开始移动了 碧桂圆升了6.8% 有些朋友之前介绍买碧桂圆 大家很担心的 不断地问我 怎么看 但是现在看到股价说明了一切 其实我当然比较牛的 我看好市场 今年第一季我看三万点 现在很快都到了 第一季 都比预期早了 到了 现在就是炒落后了 港交所就去到514元 很夸张 升了6% 31元 主要是北水流入 另外一些内地的消费股安踏体育 亦都升了6.5% 美团又升了6.5% 瑞星科技信与光学 这些都是排在头十位的 都是继续升的 中海外688元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升了5% 现在是18.8元 继续都是看好一些 而北水来说 看回主要来说 今天是入入了187亿 比对上天是流入了225亿 225亿 星期一是比上个星期五的140亿 是多了差不多八成的 差不多两倍 今天来说 188亿的上午 去到11.48分 其实如果这样看法 应该是比上个星期五来说 今天的成交 北水流入来应该是两倍的 很夸张 所以不难看到市场上升 而北水流入最多的股份 我都列了几个 腾讯 上交所流入23亿 深交所流入31亿 总共流入54亿 小米上交所流入14亿 深交所流入9亿 总共流入23亿 小米亦开始北水回来 所以上次说的问题 不太担心 昨天说 最高会首先补裂口 裂口是32元 今天补裂了 最高32.5亿 补裂了又怎样呢 补裂了我相信 小米都会在裂口区反复下的 但是 因为第一季 有小米11 小米11 Pro 和其他的手机新的设备出来 我相信 小米继续会做好一点的 不排除后市仍然 因为市场都很壮旺 不是说以前的光景 所以他的高位是35.9 不排除跟着这一季 一二三月有机会随着手机的销售情况理想 有机会再试一试 试下的高位 34到35元的水平 941 就流入了3亿的上交所 深交所流入了14亿 总共17亿 现在中移动 就是50元3毫升了2% 中移动就可能未必大升 但是这个位置都站稳一点的 如果再回回来 可能现在要向上移回了 如果大家想 后位买回中移动的话 可能它要轻轻回回来 就不太多了 上一次的高位是48元 上一日收 如果它移动回来 大概47、48这些位置 都可以上车 看回它 981中芯是另一只 中芯现在312.5元升了1元 3.4%升了 中芯就是因为它的芯片 就不仅是手机 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汽车 其他的芯片供应 这方面做不切 看到首九个月的 销程非常理想 估计去到第四季 都是非常好 今年亦受到国策大动 所以中芯重新看好的 第一个目标区是32元 大家留意着 美团来说 3690是346元 今天升了21元 终于美团破顶了 破了上一次高位 破了顶之后 都会继续看好一些 以上一个顶位为下线的支持 330元左右 这个位置就有个支持 上面看看有机会会再 受到资金推动下 因为美团也是有北水流入来的 港交所更夸张 现在512元 升了30元 因为最近的成交量是倍增的 所以港交所如果400元 是一个目标区 但是如果 北水仍然不停不断增加的话 港交所的股价也会继续再调高 现在来说如果回到400元 才考虑可以慢慢尽量去买货 中海油 883是8.59 升了4% 中海油来说 都是受到北水的牵动下 继续持续拉动上升 从形态上的走势上 出现了一个大W的元底 突破了之后 下个位置应该以之前的裂口区 就是9.5元钱为目标区 现在是8.58元 还有些水位在 今天想讲一下 有几个内房股之前提过的 就是华润置地 现在是35.25元 从估值上来说 都是比较落后的 朝着未来来说 继续经济活动再恢复的话 对于那些内房 华润置地 有机会就继续再向上 试高一点 今天一支大棍升上来 其实就出现了一个突破向上 从形态上来说 有机会试上早前的高位 大概是38.8元 现在是35.2元 大的内房股里面还有中海外 中海外现在是18.76元 18.76元来说 因为政治问题 打压 令到它 大幅度落后 如果要 补回落后的幅度来说 第一个位置相信是早前的高位 大概是21.9元 现在是18.76元 21.9元 跟现在的18.76元来说 大概存在17%的升幅 有17%的升幅 大家可以继续看一看 另外第一视频是4.3.5元 4.3.4.3.5元 第一视频是因为它有很多消息的配合 还有未来就以体育彩票 疯狂体育和疯狂红丹 两方面的收益为主要的核心 今年来说会很好 继续看好一点 如果回落到4毛钱的位置 都可以继续吸纳去留意 新股来说 这两天看到有些回信 例如这边 见过69.8元 就开始回落下来 我也是建议那一句 这类股份 都是适宜先去获利 让它回落下来 去近50元以下才考虑 因为短期来说都升得比较多 其他车市 现在是1.4.5元 都是比昨天跌了一点 都是那一句 等回落下来 挨近超股价才考虑 因为汽车广告方面的业务 未来竞争非常大 都不一定可以保证到有个 很强大的发展 因为估值不算特别便宜 杜草雄来说 就回落下来7.3元 如果喜欢娱乐事业 都考虑在近这些位置 慢慢作为中线部署 都有一个机会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感谢大家的收看 都是那句 记得订阅和点赞 这个行动成功有赖支持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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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火中取率方式投资 其实只是一场靠运气的赌局 而在一个跨越10年 价值200万美元的真正赌局中 巴菲特就证明了 投资可以是稳定增长 他选择平淡伐味的 杜荆斯工业指数 就已经有平均每年16%的回报 轻松击快前来挑战的对冲基金 其实和能力和运气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部分 不单止这样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波动 定期投资的良方 最适合为时机游戏的你 忘记火中取率 投资 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 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 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 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